OK 剛才也說到 萬希泉一直都是很多複雜工藝 或者是雕刻很漂亮的 各種的陀菲倫錶款起家 去到前兩年都會有一些 叫做 因應市場去做一些 相對簡單 專注在機芯工藝上面 在錶盤上面 設計方面會做一個超簡約的設計 黑道沒有 雕花沒有 只是呈現了陀菲倫 三角陀菲倫的裝置 跟大家看看這款錶吧 只有 只有 錶盤 陀菲倫 還有 它的時分針 日期都沒有的 這一款 我所有介紹的陀菲倫都沒有的 日期 這款還會是一款手動上鏈的陀菲倫 這樣上鏈會比較容易 這裏 大家可以看著這個位置 不 對不起 這裏才是 這裏 後面這裏 上鏈的發條股會越來越緊 線條就會越來越右 慢慢慢慢 就會貼近 全部黏在一起 這就是機械錶上鏈時候的一個 運作 已經刷ская 哈 你看到底蓋就寫着 HONG-KONG M Ron 都會有 dazu的型號 NUMBER LOGO STAND THE STILL 50米的防水 然後就跟大家聽 只是一個香港製造 香港M raw 的一隻駝飛輪換錶 我們香港人的駝飛輪 先把這個藍色紙撕掉 錶冠都會有Mero Region的Logo在上面 還有它這個創世紀的系列 雖然是一個超簡約的款式 但其實它本身都有一些設計概念在裡面 它會有三個顏色的 但我們現貨只有這隻顏色 它本身有一隻是啡色 有一隻是綠色 有一隻是藍色 代表著森林 海洋 以及大地 這個就會是它創世紀系列 也有一個寓意 也是好像起源的意思 希望就會是 叫做 等我一會 也會是希望 寓意是這個 香港鐘錶業 就會有一個 保持初心 突破自己 創造更加多 令錶迷為之驚嘆的 駝飛輪滿錶的一個 想法在裡面 等我一會 直播途中 有意外 很正常 好 再看一隻手錶 放心 回報的時候 我會剪掉這一段 大家不用擔心 OK 另外 看到整個錶殼 其實都會有一些很簡單的線條 來的 這個 圈位 先用拋光 再加 這個 錶殼的直身位 都會做了一個拉絲的設計 當然 都會做了拋光的線條 一些打磨 令到它的線條更加 呈現一個立體感 亦都會 很傳統 它在這個 九字位 都會有一個 另外一個 拋金的 黑住了 Memoration 的logo 的一個 牌 一個金屬牌 會裝在這個 九字位 整個 創世紀系列 就會是一個 超簡約的設計 所以上手 效果 是 很清晰的 很清晰什麼呢 就是 你基本上 戴上手 不懂賣前 這個品牌的人 都知道你戴上一隻 唐飛輪的錶 它是一個 即是做到一隻 Open Heart的一手錶 所有的 聚焦 目光 全部落去 唐飛輪的裝置上面 這隻 由於它的錶盤設計 就會簡單很多 所以 這隻錶 就會是由 173個組件 咦? 沒有200個 那我先推翻 豆仙 就自己說 即是 每隻 唐飛輪的錶 200個組件 起跳的說法 是錯的 這隻只是173個組件 由於它的錶盤 這麼簡單 另外 它就會由 173個組件 20個 寶石續成 去組成 40個小時 動力儲備 另外 六字位 有個 陀飛輪的視窗 震頻 28,88 先掀開後面 好 這款其實跟剛才的 升行系列是差不多的 都會是43mm的直徑 但由於它的錶殼設計 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 很正型的 一個手錶外殼 所以 脫位 會短一點 它也不需要 裝回它的 12至2位 的錶盤 在上面 所以這隻 視角效果 上手是會相對 像小隻的 效果 它的厚度 是12.9mm 還有這款 都會是一樣 面 和底 都是拿寶石水晶玻璃鏡 手錶防水 只有50米 防水 手錶上鏈 都是一個 煙昏漸變 太陽紋的錶盤 無論是 啡色 綠色 藍色 都會是煙昏漸變 錶盤 上面 這條錶帶 是一個 驚皮錶帶 的面層 再搭配 牛皮 皮錶帶 做底裏 這條是驚皮錶帶 所以 它是充滿著 大地的氣色 這款 比較RAW 比較Wild 的感覺 OK 看看價錢 我們 而這個價錢 就會是 23,800 是的 立刻 顯得 告訴大家 這個 曼希全的手錶 是多麼划算 23,800 一個工價 即是 折下來 需要兩萬元 不用 兩萬元也不用 會有一個 陀菲林的碗錶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工藝 在上面 各種的雕刻 或者是一些 這個底 錶底的 一個甲板 的雕花 都會是非常漂亮的 其實做得 你看到 齒輪 各種 都是一些 有心思的工藝 在上面 那 大家就有興趣 可以過去我們總店 看看 看看